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佩玲 欢迎收看地球证词 今天播映的纪录片 为名曲四季的创作历程 四季是维瓦地最著名 也是仍然耳熟能详的作品 却曾经被遗忘长达两百多年 借由发掘四季的创作动机 回溯维瓦地的一生 和其心路历程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台北爱乐管弦乐团首席 苏显达老师来到现场 苏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这个纪录片介绍四季 那我想这首曲子 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 而且每次听到这首曲子 似乎就可以 那个画面性就非常的丰富 那其实这一首曲子 它就好像一首 流行音乐的副歌曲一样 只要旋律一出来 大家都认得 那他的作者是维瓦地 那对于曲子大家都非常熟悉 可是对于维瓦地的生平 未必就这么清楚了 那维瓦地他这一生也非常精彩 他不仅是个作曲家 还是个小提琴家 那更特别的是 他还有个神父的身份 那是不是 请老师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他的生平 维瓦地他出生大概在1678年左右 那么一直到1741年才过世 所以活了六十几岁的这种年纪 以当时的年代来讲算是很长寿了 很像高寿了 那么我们都知道在巴洛克时代的这些作曲家们 那么其实以七月演奏家来讲 他们是他的角色是比较卑微一些些的 因为在那个年代里面 其实所有的像小提琴 也没有所谓的小提琴家 他们只不过是在帮忙声乐家 或者是舞蹈家来伴奏 所以你会发现说 巴洛克时代的小提琴 跟现代的小提琴不太一样 他的纸板比较短 那为什么比较短 因为他不需要用到高超技术 就帮人家伴奏 那我觉得维瓦地他们这些七月演奏家 很令我们以现代的眼光来看 是很崇敬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为了要提升 这个小提琴家的这个地位 那么不断地去尝试创新那些技术 所以我是觉得 以我们现代的一个小提琴的技法 来看待那个时候的一些七月演奏家来讲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佩服 要不是他们不断地努力 去提升这一个部分的话 那么可能现在的小提琴 可能还是沦落在帮人伴奏的角色 对 那我觉得 当然在那个年代里面 无可厚非的就是 他们为了生计 都必须要为贵族们服务 那么在宫廷里面 比如扮演宫廷乐师等等 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么既然扮演宫廷乐师的 这样的角色 他又不断地有很多的曲子要出来 因为你每次都听一样的东西 贵族也会腻嘛 所以他们就尝试用自己的方式 包括自己的专业那么去改编创作 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几乎都是很大量的 他们的作品 比如说像以维瓦蒂来讲 他一生写的五六百首的这个创作 其实五六百首你算一算 这好像几天就可以有出现一首 这样的一个分量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整个的提升 跟那个对于我们现代来讲 是一个有很大的注意 那么也因为他自己本身 在宫廷乐师的这种角色 以及他还有一项 让我们微微觉得非常的撑到的 就是他几乎将近有大概三十几年的时间 在育幼院里面来服务 那至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我当然现在没有办法去考究出来 不过以这样的一个精神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就开始在做一些散举的事情 我觉得这很令我们佩服的 是 所以我对这个人非常的特别 一方面他自己有一个生计上面的需求 去当了这个宫廷乐师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强迫他有很大的产量 可是他神父的身份也让他是愿意去付出的 所以去听他的音乐的时候 再把这几个他的生命的重要的角色放进去 就更能够去解读他的乐曲 为什么能够那么丰富 而且让我们听起来有很温暖的感觉 是 我常常觉得就是说 当然有一些纯粹的 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一些作曲家们 他们是纯粹用一种结构性的作曲手法来创作东西 但是在那个年代里面 为了能够把音乐跟人们能够拉近 所以常常包括大自然的声音的描述 动物声音的描述等等 会让大家产生一种 跟听了音乐会有联想到画面的这样的连结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尝试 以我们现代的艺术的眼光来讲 这是一个很大的创举 而且他在这个世纪的一个小提琴的 一个写奏曲当中 他写的 他说当时是为了一种和声的一种尝试 那么把它创作出来的 那也是结合了一个诗里面的那种意境 再把它创作出来 我觉得这是相当棒的一种结合 以现代来讲 我们所谓的多元的这种创意来讲 当时其实就有了 对 那维瓦地的家乡是在威尼斯 那威尼斯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 那可以是当时的这个文化出口的一个港口 它自己本身也是人文汇萃的一个城市 那这样子的一个家乡 还有当时的这个背景 对于维瓦地的影响是什么呢 我觉得整个欧洲的西洋音乐史 几乎是从意大利开始的 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传统 几乎我们可以讲说 西洋音乐的一个起源地 就是从意大利开始 那么意大利像威尼斯 这样的一个地方 其实必然是有它的一个重要性 那么包括 其实像提琴的历史也是一样 它是从意大利开始 然后再慢慢的把它拓展开来 音乐也是一样 那么以这样的一个角度 跟这样的一个宏观的一个看法 来看待这样的一个事情 当然我觉得维瓦地的出现 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事实上 这个变成是跟生活结合在一起的 等于是它不管是服务贵族也好 或者是整个这种音乐的气息 就是从这样开始 而且文化的养分 自然就可以养出一个这么好的音乐家 对没有错 那刚刚老师你有特别谈到 这个维瓦地 它有相当长的一个时间 都是在服务育幼院 那我们也把在影片中 也对于这个育幼院的角色 把它当初是好像有点 它这个音乐的实验场地一样 那也让很多的一些年轻女性 可以去演奏乐曲 那是不是谈谈这个音乐实验场地 它的这个重要性呢 其实音乐实验场地 其实只是一开始的一个名称 但是维瓦地他自己把它创造出 所谓有18世纪的威尼斯之美声的 这样的声誉 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事情 那么因为他除了这个以外 甚至于也有合唱团 把它结合在一起 所以以当年的这种情况之下 他用一种奉献的这种精神 然后整个把它培养出来 然后带领大家 把这个整个漂亮的这种声音 我想在当时的年代 如果在整个他的一个传记的一个记载当中 如果写到了这一段 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里面 他所获得的国际上的一种所谓的声誉 是多么的崇高 所以我觉得他是用一种奉献的这种精神 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而且一直到他过世之前174 他1741年过世的 他1740年一直服务到他过世的前一年 我觉得这个是很伟大的精神 的确是 而且我们可以去想象孤儿院的孩子 当他们在心理上可能是比较缺乏的 可是透过音乐 他们可以找到精神的寄托 然后可以找到他们在音乐上头的表现 这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是 确实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在当年的一个契乐演奏家 他除了自己本身提升了自己的一个契乐的一个技术之外 我觉得他一心一意也为了生计服务的贵族 但是他们另外一个角色 尤其是他自己又是一个神职人员 他奉献了他自己的一个所长 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个精神来讲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敬佩 所以真的到晚年 我看到他没有办法再 等于是他的家乡得到相对的重视 他必须要去离开自己的家乡 那等于是他整个声望都走下坡这样子的感觉 最后就默默地 好像就默默地走向生命的尽头 那会特别让人家觉得不舍 你觉得是一个怎么样当时的一个氛围 会让一个这么棒的艺术家的晚年过得如此凄凉 我个人是觉得就是从事艺术的工作 其实不一定是为了要获取很好的名声 所谓的名声就是说 或许他可能一定会有所谓的阶段性 因为维瓦帝之后还是有很多的契约 演奏家不断的冒出来 那么至于说是否会走下坡 我想每一个人总是有辉煌腾达的时候 总是也有走下坡的时候 我并不把这样的一个现象当作 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晚年 那么我只是觉得那只是一个人的 一个历程当中的一种阶段性 我觉得只要我们在可以付出的这种阶段里面 我们用我们很好的心那么去付出 我觉得那个就已经够了 那么至于未来就是在他的晚年的时候 其实一直到他的过世之前一年 他还是在御悠悦默默的这样的耕耘 我觉得光是以这样的一个传记的一个记录的情况 我觉得就够了 而且说实在人的这个人寿有限 可是他所创造的艺术成就却是无穷的 我们到现在每一个人都还可以深深的为他的音乐打动 我想他的音乐是永远不死的 对没有错 那知道老师今天也特别的带了一个贵宾来到现场 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贵宾出场的就是这把鸣琴 那这把鸣琴听说他的时间跟维瓦帝的时间是差不多的 所以今天用他来介绍维瓦帝是再恰当不过了 而且维瓦帝这首四季 其实就是把小提琴从一个配角的角色 提升到一个主角的角色 那是不是先请老师带着我们这个贵宾 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小提琴 当他当主角的时候 他可以散发怎么样的这个迷人风采 OK 我首先先介绍一下这一把琴 那么这一把琴我非常的幸运 这是由台南极美博物馆借给我一把鸣琴 这是他的名字叫Guardanini 这是制作在1730年左右 那么这1730年距离就是维瓦帝 他出版的那个世纪的年代非常的接近 他是1725年左右出版了这个世纪的小提琴学周曲 所以我想我可以拉一小段 这个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琴的魅力 那么这一段就是由法国的作曲家 马斯奈他的一出歌剧叫做戴斯 那么里面其中的一首叫做戴斯名香曲 我可以示范一小段让大家听一下他的音色 是 真的是太美了 这么美丽的声音 这种乐器成为配角 真的太可惜了 真的是感谢维瓦帝 让他可以成为主角 让我们可以感受到 这种乐器的魅力 确实是 其实四季这首曲子 真的是一种 真的旷式杰作 不仅在现在很受欢迎 其实当时就已经很受欢迎了 那是不是可以 请老师还跟我们说明一下 你觉得四季这首曲子 它的魅力在哪里 四季其实它是一个 第一次尝试用所谓的标题音乐 那么来写作的 因为Vivardi 它是根据一些诗的一些内涵 那么把它创作出来 我想这个在创作的初期 大概是在1725年左右 那么从这个1725年的那个年代 其实离距离我们今天已经很遥远了 不过以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尤其是当时的所谓的契乐演奏家 他们的角色 其实只是在帮 声乐家或者是武道家 来作为伴奏的角色 那么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协奏曲 把它创作出来 可想而知 如果比照起今天的这样的情况 来看待他们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我们会觉得说 这七月演奏家有点不甘寂寞 那么利用想要把这个七月 做一个更大的一个发挥 才能够变成是一个 独当一面的这种角色 所以我是觉得 以Vivardi这样的一种创作出来 以现代的一个眼光来看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创举 所以真的在欣赏四季的时候 就要特别去注意 它小提琴的表现 那这个四季的每一个春夏秋冬 它为了要让大家可以去 更能够去感受这个小提琴 它表现的这个技巧 都还有副短诗 那可不可以请老师 来让我们感受一下 这个四季上头 它分别呈现不同的风貌 可以 没有问题 那么以春来讲 我想春大家鸟语花香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么它在提琴的一个表现当中 它就是利用一种所谓的战音 那么这 特别有这种 好像那个鸟叫的那种声音 那当然在这样的片段里面 它会有第一小提琴 跟第二小提琴 两个独咒来做呼应 所以会觉得好像鸟好多 但是小鸟在对话一样 没有错 那像这种 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现出那种小鸟 那当然我刚才讲的 就是不会是只有一把 它有两把琴 然后同时在交错的情况之下 会感觉到好多小鸟在叫 这是一个春天 一个很好的让声音就可以代表 它所要表达传递的一个意思 而且那个画面性好美 那我们来看看夏天呢 夏天我想大家就会感觉到闷热 然后一定会有夏雷 雷震雨 像它的第三个乐章 会感觉到那个烟 而且那个狂风好像都已经跟着来了 是 没有错 所以就是很有趣的一个景象 是 所以可以透过音乐 让大家充满了很多的想象力 我觉得在离我们距离今天 已经有三百多年的这种历史来讲 其实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示范作用 没错 那我们再来感受一下秋天 OK 秋天的景象 当然我想就是一种收获 收割的一个喜悦 或者是狩猎 因为就是骑着马 那像那个它的第三乐章 像这种 像这种很有节奏律动感 好像拿着猎枪 骑着马 带着猎狗 去狩猎的这样的一种喜悦 或者是收割的这种喜悦 都可以用一种节奏感来 把它表现出来 是 而且这种喜悦感觉很饱满 是很有那种秋收的那种感觉 没错 然后人们就是很欢乐 然后拿着酒盒 就是会从音乐的想象空间 所呈现的空间当中 就可以感受到那个画面 所以因为我们常常讲说 其实音乐是只有声音 但是从音乐里面 可以看得到画面 这个事就是很新鲜的 没错 那冬天呢 冬天 其实我特别个人特别喜欢 它的第二个乐章 因为第二个乐章 非常的温暖 它的整个的配器的一个编制 它是所有的弦乐器的伴奏 是用拨弦的方式 所以一个拨弦的方式 然后利用一个旋律 把它呈现出来 然后它的旋律 那种感觉非常的温暖 那种感觉好像窗外 是一个冰天雪地的一个情况之下 但是我在屋内里面有一个炉火 非常的温暖的一个旋律 就是 真的是好棒 是 而且真的听这种现场的演奏 我真的是坐在摇滚区 深深的真的可以感受到 这个四季的魅力 而且它透过小提琴的这个演奏 把我们的想象力 然后跟着我们自己对于四季的一些印象 这个是完全融合在一起 对 没有错 就是音乐可以呈现出画面的这种结合法 这是最棒的 就像早期的时候 像电影它只有黑白片 只有一个墨具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电影 好像似乎没有办法有一个想象力 但是如果以今天的一个角度来讲 电影已经跟很多声音结合在一起 因为在十九二十世纪的时候 有很多的作曲家投注很多的心力 在电影事业上面去贡献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听到一个音乐 那个画面就会跑出来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音乐 跟整个影像画面的结合 最好的一个诠释 在影片中提到 四季有一千多种版本 那每个人在演奏四季的时候 其实都有它不同的诠释 其实想想在不同的维度 其实看到的四季风情也都是不一样的 那想请教老师 那您自己在诠释的过程中 您觉得这个部分 最希望大家听到您想表现的语言 语会会是什么呢 因为我刚才讲过的 就是维瓦蒂他写作的这个的时候 特别著名 他自己写的 这是一个著名的一个标题 他这个标题叫做什么 是和声 就是和声跟创意的一种尝试 那么既然是和声跟创意的一种尝试 你想想看 他这个所谓的标题音乐 因为他是采用诗里面的意境 的春夏秋冬 把它写作而成的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整个的一个音乐当中 可以看得到画面 想象得到画面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它什么都是已经很清楚 也很明朗化的这种情况之下 每一个人所感受的 如同刚才主持人所说的 可能在世界各地 你在意大利所感受的春夏秋冬 跟台湾的都不一样 那当然你就必须要用你的各种的想象力 其实艺术的是一种包容性 也是一种多元性 那么你藉由一个演奏家的这种音乐的审美观念 你把它诠释出来 我觉得只要你是符合忠于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角色 你所诠释出来都是一个好的东西 我个人是这样子觉得 所以我的艺术的包容性其实是非常的广的 所以从刚刚老师的示范中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说老师想要跟观众说的这个与会 透过今天的纪录片 还有您刚刚等于给我们一些 等于现代化的四季的一些诠释 你觉得我们的听众 在面对四季这样子的乐曲跟维瓦地 我们可以用怎么样的心情跟角度来看待他 我一直觉得欣赏音乐听众是最幸福的事情 因为你可以在台下对台上的人品头论足 他可能适合你的口味 可能不适合你的口味 这样轻轻松松地坐在沙发上 没错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一直身为一个演奏家的一个角色来讲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忠于自己的一个诠释 那么把这样的一个诠释 跟听众来做分享 那至于听众是否会认同 或者是肯定你的一个做法 那我觉得那个并不是一个演奏家 所必须要去在乎的 因为你不能为了迎合部分的听众的品位 而牺牲的另外一边 永远是没有办法满足的 所以我觉得个人应该是先确认 你的整个的诠释风格之后 你忠实地把你现阶段的一个表现 把它忠实地表现出来就好了 很可能十年以后 你会发现说我十年前的诠释 根本不值得一提 我可能我想艺术的进步就是这样 你只要能够透过这样的一种思考 能够让你每一个阶段的诠释 忠实地透过你的技术把它传递出来 你只要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真的就像老师提醒的 演奏家其实就是忠于当下的自己 当下其实对于曲子 你对他的领会是什么 你感受到这个作曲家 他想要表达的精神是什么 我们就在当下把它很真实地呈现 那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四季 他可以透过三百年的时空 一直可以感动我们 我想他最忠诚的力量就是 每一个演奏者都忠于他自己 去表达他对于音乐的感动 感恩老师 谢谢 也感恩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希望下次同一时间 继续收看《地球正词》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je su得 played 掌握 转门 JB